撒贝宁和廖昌勇 这两位分别以主持人和歌手的身份文明的艺术家 近日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合唱了一首《英雄赞歌》 向历史上的先贤英雄致敬 歌声豪迈嘹亮 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共鸣和感动 《英雄赞歌》是一首由著名作曲家王生创作 由著名世人爱卿作词的爱国歌曲 歌曲以壮丽的交响乐为背景 歌颂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等一代代英雄人物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歌曲在1949年首次公开演唱 后来被收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集》中 成为了一首经典的红色歌曲 撒贝宁和廖昌勇在节目中选择了这首歌曲 作为他们的合唱曲目 是出于对先贤英雄的敬仰和缅怀 两人在演唱前 还向观众们介绍了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历史意义 撒贝宁说 这首歌曲是我们祖国的一步实施 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这种精神 廖昌勇说 这首歌曲是我们对先贤英雄的一种致敬 是我们对祖国的一种表达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力量和情感 两人在演唱时配合默契 情感充沛 撒贝宁以他独特的主持风格 将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名字和事迹 娓娓到来 让观众们仿佛穿越时空 亲历历史 廖昌勇以他身后的歌唱功底 将每一个音符和词句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激情和震撼 两人在高潮部分 更是将歌声提升到了最高点 将英雄赞歌的气势和魅力 完美地展现出来 两人的演唱结束后 现场掀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许多观众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表示被两人的演绎深深打动 有观众评论到 撒贝宁和廖昌勇真是太棒了 他们用他们的声音 讲述了我们祖国的故事 唱出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也有观众称 撒贝宁和廖昌勇真是太有才了 他们用他们的艺术 展现了我们祖国的风采 激发了我们民族的自豪 还有观众说 撒贝宁和廖昌勇真是太有爱了 他们用他们的情感 感染了我们祖国的人民 传递了我们民族的力量 据悉 撒贝宁和廖昌勇的合唱英雄赞歌 是在一档名为声音的力量的 综艺节目中进行的 该节目是一档以声音为主题 展现不同声音背后的故事 和情感的节目 该节目由著名主持人 李静担任主持 每期邀请两位不同领域的嘉宾 通过声音进行交流和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